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个发愿受持并弘扬佛法时 愿诸护法身守护家差而回向 就是在受持并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祈愿护法身来守护和加持而回向 愿意进行精进事凡天地势世间生 妙黑天党诸护法坚持不懈勇相助 愿我们以这样的清净心没有自私自利的心来弘扬佛法 受持佛法精进地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依靠完全是自利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 一定要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和周围高尘大德面前 以前承诺过的这些护法身像梵天 帝氏天 四大天王 还有藏地的十二弟母还有在这里的妙黑天 妙黑天是马哈嘎拉以前汉地像护比利也是当时特别的信奉马哈嘎拉 后来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在那个时候包括乾隆 他们也是受当时的一些影响也是经常有祈祷的 愿这些护法身坚持不懈地经常要帮助我们 我们弘法过程当中一定要护法身的维护和加持 否则依靠自利也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我们的祈祷对世间护法身来讲也起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如意宝面前你们如果没有祈祷不可能讲下自觉一样的 天尊面前经常祈祷